炸豬排烤香腸 香煎五花肉 豬肉是台灣人最大宗的肉食 只是1月1號含有來氣的豬肉就要叩關 中央配套還在打高空 地方政府忍不住再開炮 在整個台灣是亂神一片 因為中央一些行政命令也還沒通過 所以當然地方政府根本不知所措 結果蘇貞昌院長他也有提出什麼五項措施 但是坦白講我關心了他不標示 我關心他硬是要標示 重話怒轟 槓中央 台北市長柯文哲沒再客氣 尤其喊出要中央統一萊豬標章 卻被再三打槍 地方沒辦法也只能自救祭出自治條例 而這一回合雙倍站在統一陣線 因為等不到中央的做法 所以才會不斷的去做 既然院長說他願意統一來做 你就把萊豬標出來統一 讓民眾一目鳥然 回應總統的指示 這才是最重要 如果標示不清楚 統一也沒有用啊 有來記沒來記 直接標明白 寫清楚不就好了嗎 到了最後關頭 全台各地方政府都在想辦法 但中央蘇內閣連內部都還在自相矛盾 全國要同步不能亂的套 我們現在注意到各地情形 也會最後有一個統一的規範 民間他要自主怎麼標示這個部分 那政府不會干涉 蘇院長說要統一 王部長卻說不要干涉 行政院跟經濟部各唱各的調 到美國萊豬扣官日還沒到 全台已經亂了套 記者季冠宏成員 SA小組台北採訪報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